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起了个语言通话 他开头的几句话就让我震惊地不敢相信 他说我们没有妈妈了 那事情很突然那一瞬间 我只是想到了妈妈终于可以不再有担忧 惊吓和欠缠挂肚了 获得了永久的安宁 所以我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对他的思念 我亲爱的妈妈秦建玉 今天离开人世间 他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付出了很多心血 在三个孩子中 他尤其同爱最小的我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后 我多次被邪党关押折磨 个人的小家庭也因此破裂 他也跟着饱受惊吓 担忧相思之苦 为我操碎了心 2014年 我被迫离开中国大陆 从此 他和我只能通过微信视频聊天 虽然每次时间很短 透过屏幕 依然能够感受他深深的母爱 妈妈受中共邪党媒体的宣传毒害很深 但她没有像一般家庭那样 把邪党灌输的仇恨 施加给我和家人 相反的 她依然尽其所能地关心着我们 爱着我们 也因此让大家庭依然有和谐 有爱心 即使后来远隔万里重阳 她依然关心着我和孩子的生活 学习和工作 妈妈 感谢您为我的无私付出 我今天特别为您声明 推出中共邪党的 红领金和共青团 等一切组织 愿您干干净净地 往生纯净美好的世界 天国没有谎言 只有真理和永恒 感谢伟大的创世主 慈悲众生 给了妈妈转生的机会 您的儿子秦鹏 那随后的两天 直到今天 就是关于妈妈的点点滴滴呢 不时的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边 我感觉对她 我是留下了三个最大的遗憾 第一个在最后的日子里 就是我没有陪伴她 没有给她送行 第二就是来美国八年了 那么因为一直呢 是没有完全的安顿好 那后来又赶上了疫情 所以呢也没有请她和爸爸呢 来美国看看 生活一段时间 第三 我一直没有跟妈妈 很好的沟通 就自由交流我们对社会 很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特别呢 真心地谈一下我的信仰 妈妈呢 就是很同爱我 小时候呢 我有 就是有什么吃的 她都会想着我们 那当然呢 就是谈不上溺爱 因为就是从小到大 我应该都属于那类 就是所谓的乖孩子 就是不管是学习 还是工作 基本上呢 都是名列前茅 勤奋努力 那也不惹是生非 特别是1999年的4月份 那我接到了清华 尽管学院MBA的录取通知书 全家人当时是欢天喜地 爸爸自己说呢 他做梦都在笑 那妈妈呢 其实也差不多 那8月份 我和妻子是正式结婚 9月份 我是到了清华大学 就读研究生 很快是被选为班长 那在爸妈的眼里边呢 我是一直属于他们的骄傲 那对妈妈呢 我们之间是基本上不谈政治的 因为就是她很相信 共产党的宣传 那我印象最深的这个事之一 是1989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初中 中共当时是镇压完 学生运动之后 当时的国务院发言人员 她就在电视上信誓旦旦的对媒体说 我们没有开一枪一弹 没有死一个人 妈妈当时就在我的旁边那儿放枪 说是啊 人民子地兵怎么可能向人民开枪呢 那因为就是对妈妈的这种相信呢 还有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媒体那时候还不认识 所以好长一段时间 那这样一种认识呢 也一直是刻在我的脑子里 所以很多年呢 我一直认为89年的六次事件 也就是就是所谓中共呢 是镇压个暴徒 直到呢 后来我是到了北京 见到了当年的大学生 军人 还有特务营的便衣 等等这些人 我呢才真正地了解了这段真相 当然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也是说明 我妈妈呢 她实际上很单纯 她呢也没有什么政治洞察力 实际上呢 是一个这种政治小白 当然很多朋友呢 可能知道我这个人是修炼法轮功的 只是呢好奇说 那你为什么去修炼呢 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呢 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分享 就一个原因呢 是我一直是追求做一个好人 对社会对他人好 而法轮功这种真善人的法理 那与此是对应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在修炼前很多年 我就一直在追求一个 真正修佛修道的法 那为此呢 我也看了很多年的佛教道家 还有这个基督教的书 那只有是遇到了法轮功之后 我才发现呢 我找到了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当然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政府 他其实是公开提倡的 比如说我曾经就是在中国官方的 中国体育报等上面 看到了一整版介绍法轮功的功法 当时中国的很多机构 包括是清华北大中科院 以及当时的科学泰斗 前学森等人 他们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特异功能 气功等等这样的一些实验 还有很多神奇的发现 那只是后来因为中共 镇压法轮功之后 那么他极力的掩盖 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在1992年到1999年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边呢 法轮功是让数以千万计的 中国人身心受益 但是1999年 那么因为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 对法轮功的妒忌 中共就窃取了整个国家机器 发起了对法轮功 长达23年的迫害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家庭 就经历了很多磨难 我自己是被两次劳教 期间呢 被中共的警察绑在铁翼子上 17天17夜 被大家可能只有在电影里边 看到的那种老式的军用电话 被那个呢是用来当这种电击来去折磨 那么再后来呢是妻离子散 直到2014年我来到了美国 才正式的结束了 就动荡流离的那种岁月 在这个过程中 我妈妈呢一直是用爱来关心着我 她呢知道我实际上就在修炼中 是按照真善忍这样一个法理在做好人 也知道我练功之后的身体康复了 因为就在我初中开始 那么有八年的时间 妈妈呢是一直是陪伴着我 就是被我的这个慢性支气管 也按给煎熬着 一到冬天我就咳嗽不停 那整夜睡不好 吃药也不好使 妈妈呢也经常跟着睡不好觉 她呢还找了很多偏方给我 什么川贝摩啊 什么皮卡 还有什么梨熬的糖浆 还有什么各种的 但是都没有用 然后呢整个冬天我就是这样不断的咳嗽 不断的咳嗽 然后呢是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好了 然后再到冬天的时候又继续 就这么样的一年接一年 直到呢是1995年 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 那么这个呢是不翼而非 那当然妈妈呢 其实她自己也能感受 那么但是呢 由于中共的这种宣传 就是我妈妈她总是害怕 我是因为修炼呢 你就会把自己啊或者小家庭啊 你让受很多苦难对吧 所以呢她对我的个人的这种经历 她只是这种担心是同情 但是呢她也不清楚说 你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 其实呢还有很特殊的一面 就是呢我曾经也是个人上 遇到了很多神奇的事 甚至看起来有一些 有点像神话故事一般 这个呢也是我能够从磨难中走出来 坚持信仰的动力之一 那么之前呢 我妈妈其实很多也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今天我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地方呢 是分享出来 那其中有三件事呢 我印象最深 我也经常讲给周围的朋友听 他们呢也经常是感叹连连 然后冷静的思考 有好几个人 甚至包括是在2013年12月份 我去烟台办理护照的时候 那么来找我的一个派出所的片警 他呢也因此退出了中共的这个组织 当然我是没有跟妈妈的去讲这些故事了 所以的话呢我今天就是来 时间的关系 只能谈谈其中的两个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我的一个清华的师妹 他们一家的这个故事 说起来这家故事真的是蛮奇特的 就是他而且呢是一波三折 每一次我都以为呢就是 这个智慧一家的故事就到结尾了 但是呢没想到后边 还有呢更让人揪心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这个清华的师妹呢是 金管学院2007级的MBA 他的大名叫张智慧 就是开会的会 但是呢我们所有人都把它叫做这个智慧 就是开智开会的那个智慧 他是曾经在美国陪伴先生呢 读矿业方面的一个博士 在后来呢又被交换到台湾政治大学 这个做这种交换学生 所以有半年 所以他呢比别人是晚一来一年毕业 2009年的时候我在河北 在一个团队给一家这个珠宝连锁 还有一家餐饮连锁企业呢 是做企业咨询 那段时间他就跟着我呢去做项目 那智慧呢他是很有才华 他喜欢呢看神韵晚会 那他妈妈呢也是很喜欢中国传统的文化 他也就寄这个神韵晚会的光节给妈妈看 然后呢我有时候就跟这个智慧呢 讲这个我的这种亲身的经历 甚至很神奇的经历 那他很相信 但是当我劝他退出 我说你退出中共这个党员吧 结果呢他不肯 他说舍不得 说大学的时候呢 好不容易才这个当上的 大家在大陆待过的呢 知道说中共其实是骗了很多这个 有才华有能力的人 加入他的这个组织里边给他涂脂抹粉 但是真正在上边掌权的呢 是那些这个很坏的 就是在擅长搞这种党的斗争 没有多少本事的人 那当然后来呢 2010年的时候智慧就到这个西安工作了 他的先生呢也是去大学里边去做副教授教授 那么我们呢 因为一直是关系很好 他就通过网络经常跟我聊天 有一段时间呢 他的工作很不顺利 特别呢 他当时这个 化妆品集团的那个老板 他崇尚毛泽东式的那个管理 让这个高管之间相互监督 相互揭发 相互这种控制 随着这种相互斗 随着这种状态 所以让他感觉特别压抑 而且好多事业不顺 对吧 所以他后来就想起来 我讲过了说退党团队能平安 就问我说 要不你帮我退了 那结果呢 就是后来他呢 他这个就帮他退了 他的工作生活呢 也变得非常这种顺利 还获得了呢 公司的一个新公司价值 是近千万的这种期权 当然他最大的变化是在身体方面 就是智慧过去 他叫习惯性流产 就是呢 很难怀上孩子 一怀上呢 就不知道怎么着 就就流掉了 而这一次呢 他就很快怀上了 所以那段时间也特别有意思 他就趴在床上不敢动 但是呢 他也感觉很神奇 因为他之前怀不上的 那么2012年的 2月份的一天呢 当时我是从 烟台给一家黄金集团 做战略咨询项目 就是刚坐飞机回到北京 智慧呢 就是打电话就给我 说师哥 我下午要去做避超复查 那当时我就很奇怪 我说哎呀 干嘛去啊 结果呢 他就说前几天这种做体检的时候 就发现呢 这个怀着的这个孩子 就是左心是避合不紧 他有残缺 当然这个呢 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 就是呢 会这种静脉血和动脉血会混合 这个对生命来讲 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那医生给的这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说只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长大一点 然后再要到合适的时间 做手术治疗 那当然我就说 那个不应该啊 你不退了党的话呢 按理说这部身体应该很好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 我请你求求我们师父 对吧 结果呢 就是这个智慧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 说他再次检查呢 孩子是一切正常 那几个月之后呢 孩子生下来了 那么当然也就非常健康的一个孩子 到今天十多岁了 那么也一直呢 非常棒 那我呢 我后来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 他还发了一些视频和照片给我 也能看到呢 就是孩子里在他被他斗的时候呢 那种嘎嘎嘎的在笑 当然他后来也让就是 我给他爸爸妈妈 还有他丈夫也推出了中共的这种党啊 团啊还有队之类的 所以我就以为呢 说像智慧这一家的这个麻烦呢 就过去了 对吧 但实际上没有 2014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当时是在清华武道口旁边的那个家里边 结果智慧呢 就有一天就晚上那时候突然间发了一条微信 他说我在医院的急诊室 就是ICU 那当然我就问他为什么呀 他说他是这个先生突发心脏病住院了 医生呢是下了病危单 叫做心力衰竭二期 那医生的这个说法是说 如果呢一种是可能是抢救不过来 那就game over了 还有一种呢是抢救过来 但是呢最多活五年 那当时当然我也就明白了说 哦原来这个孩子当初的这种心脏病 他呢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那我当时就告诉这智慧呢 他说让你丈夫说念这个法轮大法好 真上人好吧 结果呢他说他念 在后来呢他先生度过了这个危险期 只是呢他不敢做这种重体力的活动 但是呢那个智慧的这个心里边 却一直是这种有心理阴影 他就老是担心呢 他丈夫可能活不过几年了 然后怎么样子了对吧 结果是到了2016年的4月份 就是他又告诉我呢 他说先生就这种医生呢 又给他先生做了这个复查了 说呢至少可以再活30年 结果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早就跟你说了嘛对吧 你不相信我对吧 然后呢他就很高兴 然后当然后来就发了一堆这些照片啊 是不是也给我讲他们的一些情况 当然现在呢就很好 那我们呢也是希望他能够更加健康 更加顺利 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故事是 2001年的时候 那么呢当时是有一个19岁的北航大学生 是在做梦呢是有人教他练法轮功 特别有意思 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北京海淀看守所 跟我关押在同一个号里边 就是牢房里边呢有一个大学生 他当时是19岁 叫孙昭君 他呢是因为盗窃同学的东西被关进去的 那黑龙江这个阿诚人 他是呢北 北航的这个大一学生 当时是高考的时候全省前几名的这样的人 就是很聪明 也很英俊也很好学 当然 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知道比较乱 对吧 他可能也是为了学习为了怎么样的 他就后来就偷了学生的这个参考书字典啦之类的 再后来他就拿别的怎么随身听 然后呢就被学校给发现了抓起来了 然后学校就跟他讲说 那你交代一下不就回去了吗 对吧 那大家也知道中国的特点 对吧 你真交代了之后的话 你就回不去了 所以后来他就被进了呢 是送进了海淀看守所 那这样一来 你基本上他这个就完了 所以呢 他就很后悔 觉得对不起父母 撞墙寻死 后来呢 就是看守所 找人把他给看起来 然后再把他父母呢 也找来了之后 让他接见了 结果呢 他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和其他的这些法轮功学员 就陆续的被抓 也和他关押了一段时间 那包括呢 当时是有一个 也是北航的一个研究生 他是研究这个黑匣子的 这么一个人 结果呢 这个孙昭君就很喜欢 跟我们这些人聊天 当然他觉得 我们这些人 一个可能是有学问吧 另一个呢 他可能就觉得 像我们呢 因为这种修炼的原因 信仰的原因被抓的 那就跟一般的刑事犯 什么盗窃呀 强奸呀 反正乱七八糟 这些人不一样 所以他心里边 自己也不认为说 自己和他们是同类 他自己觉得那自己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呢 做人呢 你应该按照真善忍 这样的一个标准 去做的时候 结果呢 他就很开心 他也很喜欢听 你能够看到 他那个眼睛呢 就像这个 放光一样的 那种特别喜欢听 但是当你说到说 练功还能治病 或者呢 是还能出特异功能啊 人就是这样子 很神奇的 结果他就用 鄙夷的眼神 这个斜着看我 心里边 我估计他肯定在想 说怎么这么迷信呢 对吧 然后他自己觉得呢 你看他这 也是个高材生 对吧 他觉得自己才是 唯物的科学的 那当然也特别有意思 就是同一个号里边的人呢 他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 每一个人呢 有不同的经历 那大家白天 按照看守所的要求 只能坐在这个 那种大通铺床板上 在那坐着 他要坐板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聊起来 自己呀 或者家人呢 各种各样的经历 有一些呢 就是很神奇的经历 有的人说呢 家里边就经常出现 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反正你科学也受不了 还有一些呢 说这个什么 他们那儿的一个 什么白刺猬 然后有了灵气 然后跑那个水缸底下 然后那个水缸半夜 嘣嘣嘣 往里蹦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 葛茂全的 当时是 四十多岁 他呢 是一个自行车的 这样的一个盗窃怪犯 他说他的这个 嫂子是 东北大学的一个老师 得了绝症 后来呢 是练法轮功好了 反正大家聊的人很多 对吧 慢慢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经历 结果呢 这个孙昭君呢 他就是 也不那么排斥了 那看我的眼神呢 也不像以前 就是反正是 那么蔑视的那种状态了 结果呢 有一天就是 他突然间就问我说 你说这个 修炼和气功 到底怎么回事 看起来他很认真 他并不是在去挑衅你 或怎么样子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那从小我们的教科书 就教育我们说 这个宗教呢 或者信仰都是鸦片 是骗人的 对吧 是人们在不发达时期的想象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就说 对 是这么讲的 那我说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啊 不对 当时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过去很多修佛修道的人 他是贵为王子 公主 高官显贵的 你比如说 释迦摩尼 他是净犯王的王子 观音菩萨呢 他其中有一个是 妙庄王的女儿 妙善 对吧 地藏王菩萨呢 他是辛罗王的一个王子 这些人 他舍弃了人世间的一切 包括名 利 情 这些追求 甚至是生命 在后来呢 那么他可能修成了说 佛呀 菩萨呀 然后又讲出来很多故事 什么天堂 地狱 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等等 对吧 那么如果按照 中国教科书呢 来讲 当然这些人是撒谎了 对吧 可是 你没有追问一下 为什么他们撒谎吗 人你说总得撒谎 你总得图这什么吧 对吧 你是为了名 为了利 你还是说为了情和愁 可是你说 这些人 他舍尽了这些 甚至生命的话 他才开始这种修道的 你说 他撒谎 他说不通 对吧 而如果说这些人 他不是撒谎 那说明什么问题呢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讲说 这些人呢 像释迦摩尼佛呀 还有什么西方呢 像这个耶稣啊 等等这些人 他修炼圆满之后 他就讲出来很多道理 也留给了世人 然后呢 就这个几句话 或者白纸黑字 一本经书 然后后来人就照着 他们说到这些话 或者呢 就拿着这个 一百纸黑字去修炼 却修出来呢 很多神奇的东西 包括的话呢 不烂的肉身啊 舍利呀 还有这个 藏传佛教的洪化呀 甚至西方社会 其实也有一些 这种不烂的肉体 基督教里边 把他们喜欢叫做丰盛 就说他们这些人 其实也是修成了的 成为圣人 这样的一些人 那在中国 这个可能更多了 对吧 像什么明山大川里边 好多这个安徽九华山 山西五台山 都有那种得到高僧的 这样的一些不烂的肉体 还有呢 是浙江林隐寺的 这个有六祖 禅宗六祖惠能的这个肉体 那也是上千年的话 一直不烂 常温下 甚至是1992年 在中国的一个叫做 河北湘河县的 周凤臣的一个老人 他呢 是修净土宗 就阿美陀佛王那么一门的 结果呢 他在这个 在夏天的时候 他的肉身 他就他就他就过世了 往生了 对吧 常温下 他那个身体一直没有烂 就保存到今天 那时候我们 就是中国的那个很多媒体 还都在报道 很多科学家 也跑去 这个去去查看到底怎么回事 研究 最后研究 说不是来个之所以然来 那么西藏的这个洪化呢 更神奇了 高僧们他要元寄之前 他也会告诉别人说 你们去到那什么 想去什么时间等着 结果呢 好多人就跑去了 结果呢 这个去了之后 你就大家在那等等等 到了那个时辰之后 结果那一个瞬间 就是修得好的 他就化成一道红光 消失在这个虚空当中 有些是天不能看到的 他就会说 你看看天门大开啦 浩浩荡荡的这种 什么空行母啊 他叫天女对吧 就是雄狮啊 下来去接他 然后呢 那个化化荡荡又回去了 什么天门大观是吧 那修得差的呢 他瞬间就变成一尺多高的小人 然后呢 这个和原来一样 但是呢 就变小了 你再化化之后 他会出现舍利 什么五颜六色的 然后很坚硬 很漂亮对吧 你拿这个锤子 砸也砸不烂它 现在科学了 你化验不出什么成分来 有人说什么碳酸钙呢 其实他也 你拿盐酸硫酸 你也烧不坏它 因为碳酸钙 是那个盐嘛 对吧 结果我就这个 当然是问这个 讲完这一段之后 我就问这个孙昭军 我说 为什么你就想过没有 他们看了一本书 或者他只念了几句佛号 就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说明他实际上呢 发生了一个转变 就是这个 由精神 到了这个物质的转变 这身体 他已经成分 跟别人不一样了 才会这么样对吧 然后他才可能呢 身体有这种 很神奇的这种不烂 或者呢 就是产生出 其他很多特殊的物质出来 所以这个呢 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大学生 19岁的这个孩子呢 他还静静地听着 那一句话不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也是一起在坐板 那前边呢 是电视 他在我后边 他就在我背后写字 那写完了 我知道他在写了什么字 就是那个 真善人 这个善子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善是人生最美丽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 睡醒觉之后 就很热闹了 他就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 昨晚呢 做梦有人教我练功了 我说什么功啊 结果他说四个动作 然后给我比划 然后呢 就在那那个 然后 比划完之后 我就特别这个惊讶 我说 这个是我们第二套功法 我们叫法轮装法 然后我就问 谁教你的 他说 做梦那个人呢 过了一会儿呢 他又过来跟我说 这个 做梦那个人呢 还教了我四句诗 我说什么诗啊 他就背给我听 他说 生会增利 荣心倾体 寺庙寺物 法轮初起 我说这个是我们第二套功法 前面的四句话 我们叫呢 功绝 代表着呢 这个功法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结果呢 过了一会儿呢 他又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 哎呀 我一开始抱的不圆 那个人告诉我 就像抱着一个这个轮胎一样 我就抱了好长时间 真舒服 因为那段时间呢 这个他是得了叫肺结核 结果就被安排到这个号里边 最靠近厕所那个地方睡觉 因为怕别人这个影响到别人 对吧 他身体不好 但是那段时候 他就身体开始慢慢就变好了 那从那天呢 他的这样的自己的亲身经历 就开始相信这个法轮功了 那我呢 也有时间 我就把这个 转法轮呢 就是这是法轮功的一个主要的书里边 讲的这样的一个 做人的道理 还有修炼的道理呢 就讲给他听 然后呢 就是他每一天呢 也是能够看到 他的精神啊 身体啊 你一天天的这种特别好 对吧 在变好 而那段时间 2001年的时候呢 当时也是中国共产党 他是造了这种天安门的 所谓自焚伪案 在电视上 来疯狂的播出 但是呢 因为就是 像孙昭君自己 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 你电视上那种虚假宣传 你就很难去影响到 他的这样的一个修真向善 所以呢 直到现在呢 我也记得就是这个 当年是19岁的这个少年 当然我也不清楚呢 就是他后来怎么样了 就是类似呢 这样的一些 我的经历其实有很多 但是呢 因为就是打压的原因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 跟我妈妈去交流 但是如果 后来我也在想说 如果中国共产党 他不迫害法轮功 那么我们一家人来讲 本来你可以是敞开心扉 平静地进行交流的 那也许呢 我妈妈因为身体不好 这一次他实际上也认为 心脏病啊 后来做支架 后来这个又又不行了 就突然间去世了 非常非常短 从他感觉不舒服 说难受 到最后的话呢 是失去生命特征来讲的话呢 才50多分钟 那也许呢 如果说没有这样一个迫害 让他是跟着牵肠挂肚 跟着这样的伤心 或者呢 如果他能够是在正常的 能够去练功 那我后来想的话 也许呢 我妈妈她的身体 也许也会好 但是呢 当然大家知道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那么人人自危呢 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正常的交流 特别我妈妈呢 她又担心呢 我自己坚持 又会给我自己 带来这样的麻烦 所以她也不让我去 说这些事情 嗯 就是 当然了 就是妈妈呢 这样的去世呢 让我也是感觉到 这几天 不是很舒服 对吧 当然是在昨天呢 也是因此 我是取消了 就没有再给他播出 但是的话呢 也让我这个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你在正常社会的话 本来是一个信仰 就是 是每个人都能够 自己去选择的 你好不好 让科学家来说话 不是你共产党来说话 对吧 然后呢 让每个人之间的去体验 这样的话 社会 它才能够真正的变得 和平 美好 和这个 和谐 因为每个人 大家都在修真向善的时候 每个人有一个这种 很好的锻炼身体的东西 有这样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这种 真善忍态度 去对待的时候 那社会 它一定是更好的 但是在中国 共产党这个打牙下呢 当然大家知道了 是 不可能有的 对吧 而且它也不仅仅是 迫害法兰功 像这个传统的中国的文化 长寿的这种的 所以呢 我也在想的话 如果没有这场迫害 那我妈妈呢 也许呢 她可能也会像 老爷一样的话呢 活到八九十岁的 对吧 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呢 在这里边的话呢 当然也是希望的话 妈妈在这个天国 更加的美好 幸福吧 这个呢 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内容 那第二个呢 我就想讲两个这种 实证问题 一个呢 是讲说 海外媒体的最近的报道呢 就发现了 他最近是聚焦了一个人 比如是在7月17号的时候 那彭博社说呢 是随着习近平的这种政策 适得其反 那么中国呢 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弃儿 另外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 中共官方公布了 最新的经济的数据 他说呢 是中国的GDP呢 是上半年 什么第二季度 是吧 0.4% 什么同比增长 但是呢 明显的放缓了 所以呢 就是德国媒体就关注了这个现象 他指出说 习近平僵化的清零政策 是其中的真正的原因 那么在昨天是7月18号的时候 彭博社呢 他也是报道说 在这个中国的严厉封锁 和经济放缓之际 大约是一千 一万名富有的中国人 正在寻求是离开中国 他们的这个总身价 是高达480亿美元 结果彭博就发出疑问说 习近平会让他们离开吗 当然这些报道 他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冰山一角了 很多媒体在最近 你就会都在讨论中国的这种 向左转 严格的封控 对私营经济的打压 还有呢 对国际资本信心的这种封杀 等等等等 大多数文章 当然他是不点名的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他指出来的问题 其实呢就是一党专政 还有呢 这个维护现在这个 中共这个体制的这种当权者 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也注意到 就和最近中国的国内的局势 他也发生了这种呼应 最近呢 大家其实也都注意到 这个中共党媒的这个评论区 是经常经常的大翻车 最近这个中国网民也有大量的 这个劝退的这样的一些 这种暗喻 这种贴文来去呢 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个习近平 甚至呢 有一首这个叫做知了的诗 他也引起了这种官方和民间 这个意见的搏杀 这其实你能够看出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中国 这种中共的这个体制 还有中共这个目前当权者 现在是千人烦万人烦 最近呢 也有就是很多国内的朋友 也找我去问这种出国的一些门路 这个特别多 特别在上海封城之后 那其中有人就跟我说 这个当权者吧 他把大家折腾的 这个是疲惫不堪 谁都知道 也没办法 能跑的都跑了 这个呢 其实让我想起来一段故事 就是呢 是史记 他记载的叫 周立王杀人指棒的这个故事 就是当周立王呢 这个人很喜欢钱 他就把这很多平民呢 赖以生存的这些行业 他收回国有 结果呢 就是民间当然就很意见沸腾了 结果周立王 他就用特务手段 对吧 去打压他们 或者找人去看着 你敢有这种反抗的 或者在街上去诽谤 妄议朝政的人 那你就会下监狱或者处决 所以呢 后来人们就干脆就不说话了 对吧 亲朋好友在街上 你见了面 他也只能用眼神 这个来表达对周立王的这个不满 所以呢 后来也有一个成语 叫做道路以目 那周立王这个人 他反而觉得很高兴 他说就对这个大臣们说 你看看怎么样 这个我终于把这个 这种诽谤 妄议朝政就给停止了吧 那当然招公呢 他就很聪明 他说你这个不是啊 你只是把他 像那个烟塞壶一样的话 你就给他暂时割住了 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你是堵不住的 对吧 那当然三年之后呢 就是公元前八里四二年 那么当时这个周朝的这些平民们 那就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暴君了 最后呢 子发的组织起来 就攻入了王宫 结果就把这个暴君 就放途到了这个一个山西的 这么一个叫做 茨还是茨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历史事件呢 也被这个历史学家们称为呢 国人暴动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呢 当国内外的这样的一个舆论 都把这个矛头指向了特定的体制 特定的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 那么中国一定不会平静的 那么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呢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故事 就是呢 在作家杨戈林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访谈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到有一个这种视频聊天中 那著名的华人作家杨戈林 他就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原教授 周孝正先生呢 在视频上这样的一个聊天 结果引起了很大的这种轰动 我们呢也来回顾一下他这段视频 谁是人贩的 习近平你就是什么人贩子 也是卖人贩子 习近平你就是人贩子 你 你凭什么你要钱呢 你人家好心的给你养 养成你中国的孤儿 人家给你养了 你不给人钱就不错了 你跟人要钱 所以这个人贩子 根本就不是徐州的人贩子 习近平就是人贩子 那据说呢 这段视频在网上 他是播放了超过三亿次 那么时隔五个月之后呢 我们看到今天德国之声 在发表了他对杨戈林的 这样的一个专访 杨戈林就谈到了自己呢 这样的一个从体制内的合作者 到这个抗议者 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这段访谈呢 我其实是觉得是德国之声 最近的很难得的 不错的一个这种报道 印象很深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 严格林他说转变 是因为被中共这样的一个邪恶 避上梁山的 之前他一直是和体制内的 这些著名的导演啊 名家去合作 结果呢 现在他成了一个这种维权者 对吧 包括呢 最近是在张艺谋的电影 一秒钟 这个在柏林上映的时候 他还在呢 影院外边是抗议 德国的中国式的这种审查 因为电影就压根都没 敢数他的名 你在国内呢 不数也就罢了 结果他跑到德国 还这么是不给人家数名 那么当然 严格林呢 也进一步谈了 说呢 就是这个变化的原因 当局实际上 给他更早封杀的原因 是因为在这个 中共病毒爆发之后 就是2020年的 这个新冠病毒 之后呢 就是他在网上就发表了 批评中共当局 掩盖真相的文章 叫做蛮蛮蛮 这个呢 中共就很记恨他 但是他又不敢公开的 正式的下文去否定他 反而呢 是中共高层的一个 这个人 就偷偷懵懵的给这个 电影合作者呀 或什么这种 审查当局呀 就下电话 打电话 下通知 那杨格林说呢 就是 特别是李文亮的 这样一个趣事呢 给了我特别大的震动 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要是 不讲出这一番话的话 我将来会后悔 我会认为 又作为一个作家 在历史上留下误件 那第二个呢 让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在这个专访中呢 那他当时是说 习近平是个人贩子 结果呢 杨格林说他 对这样的一个讲话 他不后悔 但是呢 他很遗憾 他说自己呢 当时以为 就当然是 他是和周孝正呢 他是两人在 在网上随随便聊聊天 他不知道是公开出去的 因为他对网络 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 结果呢 后来有一些 中国的这些合作者 然后呢 想这个 还想跟他呢 封杀期过后 还想合作的一些人 就问他 能不能发一个声明 那意思是说 你这个 被这个周孝正 给套进去了 对吧 结果呢 他说 我说了 我就说了 我说了 我就认账 那我不会去声明 做这样的声明 我也不会干这种事 结果德国之声的记者 就追问他 也就是说 您还是认可 您当时的表态的 对吧 那杨格林说 我认可 只不过呢 我当时最大的遗憾是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我想冒这个险 而且认罚 那之后不是我所有的 这个进一步的封杀 就开始了 如果我要承担 这样一个代价的话 我会讲得更好 我会动脑子去想 怎么讲 现在想想 当时太亏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遗憾 就说呢 他觉得 如果准备的更好吧 中共啊 揭露的更加 体悟完会更好 不是简单的 骂他两句 对吧 所以这个是 他的遗憾 所以能看出来 这个人也是蛮 真性情的 这么一个人 也是敢作敢为敢当的 这么一个这种 女中豪杰 那么第三个 就是让我印象很深的 是严格林 他对中国的未来 他是有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他相信中国未来 一定会变化 他说呢 是 我不认为中国 可以一直这样坏下去 我相信会有好的一天的 在他好的那天到来之前 我绝对不愿意 再为一点自己的读者群 或者是稿费呀 什么的 再捏的鼻子那样下去 意思是呢 去符合中共的 这样的一个这种口吻 去删改呀 或者是甚至去 去涂脂抹粉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 专访的话 还是值得蛮 值得看看的 而他的这种 对中国未来的信心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蛮巧的 因为我自己呢 对历史的理解也好 还说对法轮功 真善忍这样一个 信仰的坚持也好呢 就是让我都相信 说中国也好 世界也好 那么自古以来 是邪不压正 中国共产党 你不要看他 今天呢 是如何的猖狂 但是呢 物极必反 当他失去人心的时候 当他在世界上 遭到越来越多人 唾弃的时候 那么中国 他一定会拨 拨乱反正 脾气太来 迎来呢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那美好的一天 那当然了 我也相信的 那个时候呢 我的妈妈呢 那也一定会在天上笑 那非常感谢呢 大家今天的这个收看 那我们呢 是明天见 大家有什么的想法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 跟我进行交流 我回头呢 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